来的演讲 这个上场是河北大学护理学院院长王燕 他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人体老化与脏气康复 掌声有请王院长 各位来宾大家好 来自河北大学 我们专业是护理专业 首先我也特别感谢刘会长的邀请 有机会跟大家在这里交流和影响 因为高校的科研和社会服务的职能 所以我们多年在和养老机构以及社区开展的一些合作 那么我们在一些养老童还是病的房间方面 我们做了一些工作 因为我想这个大会的主题养老的主题 所以我就想 那么老年人也好 还是男性女人也好 那么他们都有个脏气的衰老的过程 那么这样的话 跟脏气的衰老之后 那么怎么办呢 我们需要做康复 这样的话 能让这些人能够生活的质量会更好 所以我今天的题就是脏气康复 那么 因为时间的关系嘛 我也不能展开 所以我今天的这个思路就是从大到小 首先的话 先给大家解禁一些脏气康复 它的一个大体的一个概念 然后简单介绍一下其中的心脏康复 最后呢 过到脏气康复当中的一个最关键的 最核心的一个康复内容 就是病目康复 大家都知道 我们现在的这个社会 万幸病发病越来越高 那么我们最新的一个数字显示 那么我们国家 现在的万幸病的患者已经达到了2.6亿 那么这样的这个大的一个群体 可是随着我们医学的技术的提高 那么我们的这么多的万幸病人 他的这个急性期的提死率 已经得到了大大的减低 但是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 病人的待遇生存时间大大的延长 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 那么万幸病的患者 他们所面临的这个疾病的困扰 以及由于疾病的反复的发作 导致的这个精致的负担 依然会非常的重 占了整个死亡 以及整个疾病负担的70%以上 那么怎样时呢 让我们继续的生活这样 所以人们现在关注藏气靠着 这是我们学校的音乐终节 本来想给大家看一看 但没有时间了 那么这个藏期康复 我给大家介绍一下它的一个概念 它主要就是运用的是药物 运动 心理 也就是饮食 以及危险因素控制 这样的一个多综合的一个手段 那么以及患者的相关教育和生活指导 这样的一种综合手段 然后改善疾病的症状 从而提高患者的生活质量 最终的话 帮助患者能够回归社会 和回归职场 那么在这个藏期康复当中 它涵盖了各种涉及到相关的脏器 比如说心脏的康复 呼吸系统的康复 肾脏的康复等等 那么虽然不同脏器的康复 那么它所涉及到的一些具体的内容 是有它自己的特点的 但是有一些共性的内容 那么共性的内容就是 康复当中最早的起源 或者是说它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运动疗法 运动康复 那么待会我们就要去 重点去介绍它 那么在这个脏器康复当中 我想一定要知道的就是心脏康复 因为呢 心血管疾病在我们国家目前来说 以至于佛系整个的大部阱来说 它都是致死和致残的一个首要的一个原因 已经在死亡序域当中排在的低位 因此的话 心脏的康复 目前是整个世界幻灵里面的一个研究的热点 那么在国际 国际外的一些 心脏组织 已经相继的制定了很多有关心脏康复的指南 以及心脏康复的一些 增加故事 或者一些相关的组织 那么我们国家也不意外 心脏康复呢 实际上跟脏器康复的概念是不知的 那么它也是通过一个对患 对西藏人的一个整体的医学成功 那么通过五大核心的手段 那么依然是调入 运动 心理 营养 以及危险因素 和介面的一个五大手奏 然后 那么在心血管疾病人的即兴期 恢复期 以及维持期整个的生物过程当中 进行一个全面的全程的一个服务 在这个心脏康复当中 通过 已经有大量的这个研究 证明了 已经有了充分的旋征的依据 表明心脏康复可以有效的降低 患者的猝死力 在发病率 在入院里 以及各种的危险因素 同时的话 也可以降低患者的各种的心理压力 同时 那么有效的心脏康复 还可以改善患者的心肺功能 以及它的运动能力 那么最终改善它的生活质量 使得患者重新回归社会 回归职场 那么它的预期社会严厉不得有时高 那么在这里呢 心脏康复 因为无非大处方 内容设计面非常多的 那么我在这里呢 重点呢 就回归到 康复的最初的那个处方 或者是说 在整个的康复当中 最核心的内容 就是运动康复 那么 这边运动康复 很多人 尤其是一些关心病人 他们都会有一些疑惑 到底我是做 还是不做呢 那么为什么呢 因为很多人觉得 我是心脏病 我心脏病人 我的心理 是心脏的负担 如果加重了 非常就是 我心脏病人 没关系 那么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心肺耐量的下降 反而增加了缺血和猝死的危险 所以从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到 运动会给机体带来什么样的好处呢? 这些都是运动所给机体产生的一些作用 从这些作用当中 总的来说 运动可以改善的是心肺的机能 心肺的耐量 同时可以降低个体的缺血 以及猝死发生的这种心肺 同时通过各种运动 还可以增加机体的能量 机体的力量 这样的话使得个体的体力活动会比较强 那么对于老年人来说 或者是对于一些各种病人来说 那么他的体力的增强可以防止他很多 因为老年所导致的一些 比如说跌倒啊 或者是一些活动的不离面等等 这样的一些这样的一些危险 那么最终的是改善他的生活质量 那么这里面也有一些数据 当然最终的话使得通过这个运动 可以降大大的降低个体的原因 导致的死亡 这里面呢还有一些数据 就是从这里的人也可以看到 通过这个运动 那么可以降低心肺功能发生率 可以增加个体的运动能力 那么同时呢还可以降低他的胶率和抑郁等一些心理障碍等一些平方 而提高他的社会功能 那么最终是降低他的死亡风险 那么这个运动应该怎么去进行呢 那么这个运动康复的这个事情 一般我们要遵循这样的几个数据 这样的一些步骤 那么我呢给大家分别来介绍一下这个步骤 首先呢 在运动康复之前要先进行一个全身的屏幕和危险因素的一个分层 那么进行这个全身的屏幕 目的就是为了使得运动的康复 增加他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那么因为很多的运人会目的他的安全 那么我们做一个全面的屏幕 这样是为了保障他的安装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屏幕 可以确定运人是否具有适应者 是否有经济症需要排除 那么另外 它处在什么样的一个阶段 那么处在不同的时期 比如说一期是疾病的急性期 在住院时期 那么二期呢 是往往是在已经到了人生康复期 那么三期就是病人居家 回到社区 回到家庭以后的一个长期的一个恢复的过程 那么不同的时期 运动康复的方案是不一样的 那么另外的话 那么根据机体的一个不同的状态 一个不同的身体平衡 我们还会对病人的病情进行一个低中高危的一个分层 那么不同等级的分层 他的肩护手段和运动的方案也是不一样的 所以通过一个全面的平衡 保障了运动的一个安全性的过程 那么除此之外 我们还需要对病人的运动能力进行一个平衡 那么这个运动能力呢 当然我要说运动要涉及到很多的运动类型 那么比如说有氧运动 比如说抗紫运动 像平衡和协调 容忍性的运动 这些呢 都是在因为康复当中所需要涉及到的 那么不同的运动 需要我们进行不同的能力的测试 比如说有氧运动 需要进行心肺能量 心肺在内的测试 那么抗紫运动需要进行一个激励测试 那么还有像平衡和柔软性的一些测试 那么这些呢 这就是我们进行的一个 心肺 耐量的一个测试 通过这个测试 我们可以获得病人的一个最大顺略量 最大顺略量率值等等 这些呢 待会儿我们要进行 运动康复的一个处方的时候 运动处方的制定的时候 这些都是一些基本条件 基本的参数 那么还有像比如说肌力的测试 像平衡力的测试 以及柔软性的测试等等 都是给我们进行制定一个 这个个体化的运动处方提供了有效的参数 那么根据前面的平衡 前面的运动能力的一个平衡 那么我们通过获得相当的参数之后 我们就可以明确制定一个运动处方了 那么这个处方包括四个部分 一个是运动方式 一个是运动时间 运动强度 还有运动频率 这个在每个人制定的运动处方当中 一定要详细地做到一个描述 那么首先运动方式 刚才我已经说了 我们常进行的运动方式 应该包括主要以四个部分为主 只要有四种类型 一个是有氧运动 抗阻运动 柔韧性训练和平衡性训练 其中有氧运动是主体 是主要的运动方式 那么一定还要伴随着抗阻或柔韧性和平衡性的训练 作为一个辅导的这种 补充的这种方式 这四种方式 一定要综合地去使用 现在很多的病人 主要是以有氧运动为主的 但是这些不全面 因为有氧运动改善的是一种心碎的耐量 而抗阻和柔韧性 那么增加了病人的体力 增加了他的一种平衡 那么保证了运动的这种安全 那么这个介绍的就是一些不同运动方式的一些具体的类型 那么运动的时间 我们一般不管进行哪一种方式的运动 那么往往都需要经过三个步骤 那么一个步骤呢 首先 开始的时候需要八五到十分钟的一个摄身 那么然后就开始了我们正规的这种训练的阶段 一般需要二十到四十分钟 那么运动结束之后 不能马上停止 需要再花五到十分钟的时间 逐渐地使得机体的这种消耗逐渐地减慢 减低 那么这样的话是防止一个心脏猝死的这样一个结果 所以这是第三个 需要做一个放松的运动 那么运动的强度 咱们来设计 这个运动强度 往往是我们运动处方当中一个最关键的一个步骤 而且呢 也相对来说 不太好操作 所以这里面 运动的强度 我们有四个评判的标准 那么可以通过心律准备法 无氧律法 目标心律法 以及自我反制 导致重数的评分 来进行一个运动强度的一个判断 那么前面两种方法呢 是比较精确的一个方法 需要通过心肺 运动大理事测试 那么我们来获得 而相对对于人来说 像目标心律法 以及自我感知劳慰程度的这个分析方法 这个相对来说 比较总观 比较好操作 但是它的精确度也有一些不太精确的这个地方 那么比如说 目标心律法 那么往往就在运动之前的精细状态下 它的心率 那么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它的心率达到比原来增加了 每分钟增加二十到三十次 这就是我们需要的一个有效的一个强度 一般这种运动的强度要求是一种中等的强度 那么自我感知脑袋 往往是需要有一个自我感觉的这样的一个过程 那么这个过程呢 有一个评分标准 叫做抱抱平分 这个抱抱平分呢 是让病人呢 他自己在运动当中感觉到自己的劳累长度 比如说最轻的劳累是6分 最重的劳累是20分 那么我们一般最佳的一个 运动强度的一个平派应该是12到16分 那么在这个运动频率是怎么来确定的呢 就是一般对于有氧运动 我们是每周的话进行三到五次 当然的话不同的次数和它的每一次的运动的强度有关系 如果运动的强度比较低 那么每周的运动次数可以增加 那么运动强度如果大了 那么次数可以减少三次 那么这个运动厨房的执行 主要就像我们刚才所说到的 那么有的病人需要监护 那么有的病人呢 可以在不监护下进行 在运动结束之后 那么总的来说 我们在运动的过程当中 需要注意安全第一 注重效果 以及规范的实施以及坚持 在这个效果的评价上 那么往往呢 在经过了一段时间的运动之后 需要对这个身体的机率 身体状况以及它的这个运动能力再次增加 那么如果有得到比原来的机械水平得到的提高 那么运动处方相对的要进行改变 那么在这样的话 我们又回到我们的主题 丧气康复 对于外星病人 那么他们的这个运动康复都做得怎么样呢 这位呢 是心血管界的一个大同家 吴大利教授 他是我们国家心脏康复的一个倡导人 他从来说 在我们国家 我们的现状就是 只卖汽车 不断私在私店 什么意思呢 就是比如说心脏康复 很多的大夫很关注 怎么样给病人做支架 怎么样去给病人搭乞 做了支架 再做支架 但是 怎样减少它 防止它 不再继续防支架 这个给医生关注的非常少 那么我们今后 就需要通过心脏康复 来训统更多的关注这些 那所以现在呢 一个 国中国家对于这样子康复的一个现状就是这样的 那么 还是重视不够 而且相关的这个康复人员也无足 那么 由对于外星病人来说 他虽然意识到运动的重要性 但是 他自己的这种自发的运动行为 往往用的大标 那么 我们曾经呢 我们正在做的一项调查 就是 发现了病人有这样的一些结果 一个是 运动的形式 基本呢 是以有点运动为主 刚才我说了 应该四种方式应该做过使用 那么 另外 运动强度偏低 还有 就是 缺少成功 那么 这样的话 它的安全性和有效性 都不够达到我们需要的这个情况 所以 最后 我们呢 也希望通过 这个运动康复的一个限量的一个调研 那么 也希望给我们整个的社会呢 就希望能够探索一种 这种 脏器康复的一些不效的模式 那么 当然 我在这里面还特别希望 就是 需要发挤我们中国传统体育的一些 一些 它的作用 比如说 太极拳 比如说 母亲戚 八断型 那么 这些呢 都有一些科学研究 去验证它 对心脏康复的这个有效性 当然 我相信他们对其他的这个脏器的康复 也会有他自己很不道的作用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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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说 你知道 这个康复 确确实实的可以有效的 改善对人 他的这个脏器功能 比如说心脏康复 现在方向前面有一些数据 那么 这个数据 比如说 对心理的这个问题的这个降低 是有反馈的多少呢 然后 对于他的这个 这个气费的这种改善是有多少 那么它的意思 也整个的意思 它的下降 是能达到2032个 这还是非常有效的 对不对的 确实刚才也看到这个数据 比例非常高 感谢您 如果这项研究 真的深入下去 能够给很多的 得外形型的老中保年人 能够解决这个病症的 逆转的问题 那是非常热乎其的一件事 再次掌声感谢我们 这个